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2月1號晚上9點鐘 那這個雲端修行手技呢 我已經即將要進入初竅後期 我現在是中期的巔峰 那每一次呢就是 每要過一個境界呢 你都要去一個地圖去尋找 應該算是解解任務 然後獲得這個地圖的這個藥草 然後提煉 提煉這個升階的這個單藥 那這一個次煉3 一進去呢 第一隻魔王武就卡關了 然後就是 就打不贏 那就是我們在戰鬥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那個攻略可以看 哇 命格選擇稍等一下喔 我選一個5位好了 這邊這邊有一個命格是不是 好然後呢 這個我發現說我居然打不贏喔 然後我就看一下攻略 在每一個敵人的右上方這邊有個攻略 好點一下 那這個時候我就發現說 奇怪喔 因為前面幾個人呢 他過的這個 怎麼講 過關的境界比我低喔 因為 所謂的這個巔峰就是10階的意思 那譬如說 這位阿牧大大 他才出竅中期3階喔 他3階就可以贏了 我到巔峰我還輸 那可能是我的招式配套錯誤了 所以我們可以點一下這個招式喔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他的主動是怎麼配 然後被動怎麼配 先速是用什麼 那基本上呢 這個 因為他的那個招式很多 門派有很多 所以譬如說 我們看第一個 魔路幽冥三世 化為邪魔 很有用喔 因為像我之前 我火系我是使用什麼 迷毒 銀箱這樣子的那個負面狀態 結果我發現了 很多人的這個招式喔 抱歉 不知道說是不是大家都有操喔 結果我發現大家都長得差不多 那不管怎麼樣呢 反正就是看說 既然我現在巔峰過不去 人家3階就可以過去 那代表說 這個招式一定有值得參考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一下 魔路幽冥三世 但是因為這個遊戲 他有很多個門派 你可以去學各門派的武功 那我們要知道說這個門派是 這個武功是怎麼學到的呢 我們可以點左邊這個圖喔 好 這邊寫魔路幽冥三世 然後下面寫出戰的效果 然後我們往下拉 好 招式領悟條件 密集幽冥金參悟字 惡品四十重 這個基本上就是 怎麼講 你那個修煉的越高 這個當然傷害是越好 但是 我們現在只要確認說這個 武功要怎麼獲得 所以這邊有個綠色的字 幽冥金 我們點一下 點一下 OK 好我們可以看到 你要學這個幽冥金 你境界要到達什麼 然後下面 他這邊很貼心喔 會有寫說 獲取途徑 拜月教 拜月教我們點一下 點一下之後地圖就可以過來這個地方 拜月教 那拜月教這個算是前期的地圖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拜月教他有一些很不錯的招式喔 好 那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其他大大的一些 一些這個這個這個招式的搭配呢 我們就一樣畫葫蘆喔 把這個招式呢 就是跟跟這些大大配的差不多齁 那應該就 就不會輸太多 因為頂多只是這個 這個這個 升級的那個什麼 142434 因為 每升10級 20級30級 這個這個什麼 142434會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這個 只是影響一些傷害 最重點還是那個 戰法的搭配 所以這個樣子 就發現說 這個原來這個大大 他在三階過關是這個樣子 然後 我一照著配之後呢 就獲勝了 所以我們來戰鬥看看齁 這個是初竅中期六階 這個是這個地殼的第2隻怪 第2隻怪 那我原先我 我都沒有用過這個 這個入魔 你看 左邊這邊 我已經變身為魔了 有沒有看到這行字 你變身為魔 所以我就變成魔囉 所以說這個這個樣子的話 是不是 我的傷害會比較高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哇 你看這個 我的血 現在還有18秒 然後敵人就已經幹掉了 所以 我用這樣子的方式配真的 真的感覺上差很多喔 其實我之前用火系的啊 基本上也沒有在管 有沒有剋對手 因為我覺得火系的這個技能 傷害力算是蠻高的 然後現在這個 怎麼講 參考別人的攻略 這樣搭配之後 又感覺上更猛了 好我們現在就是最主要去 去打這個刺戀草 好譬如說這個魔物 假設你打輸了 那你就點一下攻略 看一下齁 看一下譬如說你現在如果是我現在是巔峰嘛 我基本上已經是這個這個中期的這個最高階 如果說 再升不過去的話 這個地圖過不了關的話 我的修圍就會浪費掉 因為 修圍練滿了 他沒有辦法再進階 你必須要 突破這個地圖 然後獲得這個藥草去提煉成單才能過關 那如果說你看到一些大大覺得 奇怪怎麼他的那個階級比較高 階級比較低 但是可以過關的話 那就可以參考一下他的攻略 那參考完之後呢再看看說這個武功招式是不是你哪個地圖啊 可以先去學啊 或者是乾脆去 挑戰人家門派這樣子 好那既然呢看到這個 這個什麼 大大的搭配啊 他們是用這個什麼 魔路幽名喔 什麼 有靜咒的時候化魔狀態 就是跟化為魔有關係 都沒有用什麼銀毒喔 就是那個不是銀盪的銀啦 好沒關係反正就是沒有用我之前選擇的什麼 什麼毒的那個負面狀態 那可是呢我在這個魔珠 魔珠的心盤呢我點了這個 我點了這個 幽靜謎毒 所以說我原先想說點這個天賦 但是點了之後呢覺得 那我覺得有點浪費了 那我想要洗 把這個點數洗掉 怎麼洗呢 這邊有個洗髓喔 那洗髓這邊呢要花洗髓單 那洗髓單怎麼獲得呢 其實不是很貴喔 洗髓單在這個前面的城鎮叫盤隆城 盤隆城這邊 然後他在這個地方 應該是邊牆吧 在你到達這個這個 魔珠的系統開放之後呢 這邊 好像解幾個任務吧 就會出現這個NPC喔 那這個洗髓單呢一個只要五靈域 五靈域其實 其實真的不貴 因為你每天分享 分享訊息到FB都可以獲得免費的靈域 所以不用課金也會獲得靈域 那 遊戲中一些任務也可以獲得靈域 所以說這個還好 那我第一次用這個洗髓單 我們就洗洗看吧 好洗掉 喔這個洗髓反原天賦禁師 好那我的天賦就都沒有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就 這個 點一點吧 我想要都點火線 你看 他這邊都是跟什麼殘香啦 迷毒啦 魂 魂繞啦 所以這些都是一系列的招式喔 所以說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就 什麼啊 術法 暗然回神 這個魔音的話是什麼東西 魔音 這個是啟動五個 好這個地方我不知道為什麼不能點 好像是你要 你要 你要把第一個起 啟動之後才行 這個我還沒很確定 所以我就繼續點下去吧 是要點這個東西嗎 對啦這個 速法啦 你要點到 什麼 暗然回神 我們來看一下魔音這個東西好了 這個 領略 引古套路 虛於魔心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看這邊 虛於魔心中啟動以下任一個天賦 暗然回神 那就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暗然回神 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乾脆就是專心點一系好了 我們就一路上點 點這個小點點 這小點點只要花50而已 一路上點過來好了 我之前有點亂點 好 我們就 一路點到後面去 再點 好 直接開啟這個 哇 這要開到500喔 好如果說我開啟這個呢 我就可以開到下一層 下一層是 夜火焚星 可是你要看看 這個天賦到底要不要點 因為點的天賦代表說 怎麼講你的技能招式會比較強 但是要看你有沒有用這個技能 因為我現在用了這個大大的這個入魔技能 發現說 哇那麼強喔 那這個有關於入魔方面的技能 是在第三個魔獄喔 所以說 大概我會用這樣的方式去點 可是這個要一次要500 530 很多耶 我現在是395 395的話 一格是7點 那我就會覺得我會想要點一些 想要去亂點一些有的沒有的 譬如說這個暴擊 暴擊感覺不錯 可是因為這遊戲是掛機的遊戲啊 他的那個屬性都會是 高到一個誇張喔 像這個暴擊 3551 然後力道 58267 因為這是個掛機的遊戲 你吃單藥也會提升 然後怎麼樣都會提升 所以說剛剛那暴擊加95 感覺是很多啦 但是 但是如果說加95的話我們的暴擊是3551 這個95加下去好像也才 多一點點 所以說這個的屬性 反正就是因為是掛機遊戲嘛 就是感覺上有點像是罵的那個樣子 所以數值都高得下了 所以說剛剛這樣子看起來好像 我應該要專心點一系才對齁 然後就是點完這個 去點魔音再點魔獄 然後看看說 你 你接下來你要走什麼樣的 技能方式 像這個魔星的火系啊 他的第一層都是跟這個什麼殘香啊 彌毒這些有關係 但是因為說 我原先是想要點這些負面狀態啦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 剛剛卡關我發現說 那個入魔的這個火系的招式 傷害很大 所以就照著點 那既然說這個傷害差那麼多呢 那就 不要想太多 我們就照著這個 別人的攻略走 那有關於那個 怎麼講 魔珠的點法呢 就先點小的東西 然後再一層一層走下去 然後你看我又入魔了齁 這樣子 主角入魔了 然後傷害力真的大很多 因為我之前用我的配法 就超死 超死就是算輸 中間這個是秒數啦 22秒 所以說一場戰鬥有30秒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還好 還好右下方可以這個加速戰鬥 所以說這個 你的傷害力太低的話呢 超死基本上也是輸 這個一般的那個 遊戲的機制也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 你看這樣打一打 敵人還會這個樣子 要 好像死掉 他又復活這樣子 所以說很拖時間喔 所以傷害力不足 這真的是還蠻討厭的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因為這個 這個算是 這個算是那個 那個主線流程啦 所以這個就沒有什麼好錄了 那之前有些資料片啊 錄一錄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有趣的 就是 感覺上就是一本道啦 你就這樣一路走過去 拿拿寶物啊 這樣過關 我就覺得 不大需要錄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ぁ 啊 啊 谢谢大家